你不在哪里? 你不在哪里? 我的天啊 真的吗? 社交媒体从昨天就开始流传 吉隆坡会展中心 以及沙登日月国际会展中心的疫苗接种中心 外围都出现了长长人龙的现象 直到今天 依旧是大批人潮 人龙只能以公里来计算 而这是因为上述两个疫苗接种中心 提前开放让雪荣地区 还未获得疫苗接种预约的居民 包括非法客工 以直接登门的方式接种疫苗 根据记者今早的观察 本地公民可以直接通过 出示麦什加德尔拉的预约通知 进入中心内 而排队的队伍中 看起来都是外籍客工 尽管现场有志愿警卫员在维持秩序 但外籍客工的人数庞大 而且一直陆续有新一批的人士到来 警方呼吁雇主们按照预约时间送雇员 尤其是外籍客工到疫苗接种中心 以免出现人满为患的现象